熟悉了五门心路 凝聚升旗需聚足的因缘条件之后 现在我们要来解说 生命期间摄身里摄聚升旗或存在 需聚足的因缘条件的图示 生命期间升旗的新生摄聚 我们知道新生摄聚 一定是跟 凝聚聚升的 新生摄聚升旗需要靠同一摄聚里的四大 这就是摄聚升族的 四到五个元 这四到五个元 就是 聚升元 聚升一子元 相互元 聚升有元 聚升不离去元 这个相互元是四大之间才有的 就是这里表达的意思 四大跟所造色之间 没有相互元就只有四个元 所以 这里写四到五个元 然后他需要 后生族的四个元 后生族的四个元 指的就是 后生元 后生不相应元 后生有元 后生不离去元 是后生的名法 提供给他的元 还要摄聚足的三个元 摄聚足的三个元是 摄聚元 摄聚有元 摄聚不离去元 还要同时生起的名法 就是明聚升族提供的 九到十二个元 这里说要比照同时生起的明聚之诸元 但需 扣除相互元 相应元 另加 不相应元 那么就是说 只有新生摄聚才需明聚升族的元 因为现在指的是生命期间 九到十二个元 但是比照同时生起的明聚之诸元 在前面我们提过 明聚升族至少需要 明聚升族的九个元 就是聚身相互一职 相应 有元 不离去元 夜元 食元 根元这九个元 那现在 新生摄聚升族 他需要聚足明聚身族的哪些元 就是那九个要扣除 相互元 跟相应元 因为相互元是只有结身的时候 新所益出色才会跟 明聚 相互 另外相应元是明聚跟明聚之间的 所以这两个要扣除 两个扣除又变成七个 然后再加上不相应元 所以 基本上是 八个 但是 因为 他如果是有阴心 或者是说他是果报心 等等 那么或者是说他是 处形心 那么都要 个别再加进去 所以 是 九到 十二个元 这里我们可以参考 八支三十七月的这个表 就是一个聚身设法 升旗 他需要 同时升旗的明聚提供给他 至少是聚身 医职 有 不离去 不相应 叶元 食元 根元 这八个元 然后再看情况 有缠纳元 道元 阴元 果报元 寄生真上元 而是相互元 当然相互元是结生的时候才有的 所以说至少是 九到 十二个元 因为 因为生命期间他要扣除 这个相互元 所以 九到十二个元 就是这个原因 金身色聚升旗需要九到十二个元 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是 月身色聚 他需要一月足的 一个元就是 一刹那月元 如果是月身色 他是需要 社命根足的 三个元 就是 社命根元 命根有元 社命根不离去元 现在是 新生色 所以 就只有前面这四个元 就是 前面这四个元 因此生命期间 新生色聚的升旗需聚组21到24个元 如果是月身色聚 指的是生命期间 如果是结生的时候 我们等一下 再复习 如果是 生命期间的月身色聚升旗 他这里同一个社聚里的四大 社聚生族的四到五个元 是跟刚刚新生色聚是一样 食宿族三个元也是一样 后生的明记 也是一样 他是 多了社命根足的三个元 跟过去造业的师的异业组的一个元 所以他是需聚组 16个元 如果是 职节身色聚 那么这是他需要的是同一个社聚里的四大的社聚生族的四到五个元 然后 植树组的三个元 后生明记的四个元 所以需聚组 12个元 然后如果是十身色聚 他 跟十节身色聚 可以说是 类似 这些都是类似 所以需聚组 12个元 因此 我们后面要讲的就是生命期间 明记身的新生色聚 升旗需要聚组的元 还有 在那一个新式撒纳同时存在但是不是 明记身的 夜身色聚 时节身色聚 和时身色聚 升旗 需要聚组的元 这里说生命期间 夜身色聚 升旗需聚组16个元 那我们可以参考 在37月这个地方 生命期间 夜身色聚 他升旗需要聚组的元 那么 就是 5个加4个加3个加3个加1个 所以是16个 那么如果是在节身的时候 夜身色聚要分成 新所一处色 跟另外29个色法 如果单单是新所一处色那个色 那么无因的是需要 明记身族的 11到13个元 无因的需要明记身族的11个元 有因的需要明记身族的13个元 另外需要4个 色记身族的 元 还有后生族的4个元 他不会有色食族 因为那时候节身的时候 妈妈的营养还没有送过来 然后 色命根族的3个元 还有 异夜族的1个元 所以加起来我们可以加加看 1加3是4 4加4是8 再加4是12 所以他是23 到 25个元 那如果是另外的那个 29个色法 那么是无因的话 他在明记身族需要 10个元 有因的话 在明记身族需要 12个元 然后再加上 色记身族的 5个元 后生族的4个元 色命根族的3个元 业业组的1个元 所以是 1加3 加4 这里是13 所以是 23 到 25个元 然后在后面我们讲到 离门心的时候讲到 节身心 升旗需要聚足的条件 还会再讲 那时候的夜身色 升旗所需要聚足的条件 现在我们以 五门转向心那个刹那 来说明 生命期间 色身里色聚升旗或存在 虚聚足的因缘条件 在五门转向心那个刹那 同时有心身色聚 夜身色聚 时节身色聚 和 时身色聚 但是 只有心身色聚 是五门转向心的 寄身色法 其他的 夜身色聚 时节身色聚和时身色聚 都不是寄身色法 因为心身色聚是五门转向心的 寄身色法 所以他需要有 灵寄身族 的元来支柱 那关于五门转向心 升旗所需要聚足的因缘条件 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讲过 他需要聚足 25个元 所以在底下 这里是 聚足25个元 如果是 24元他只要是18元 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 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 这样我们来专注看这个心身设计 这个心身设计可以是 8个法 9个法 10个法 11个法 12个法 13个法 这个我们在第六章的时候有学过 如果是 13个法 那么 他就是 心身纯八法 加上 预表 再加上声音 再加上 色千块性 色柔软性 色事业性 这就是 13个法 跟五门转向心 寄身的心身设计 升旗 需要 寄足 多少个元呢 在这里我们看过他寄足 21到24个元 但是现在呢是在五门转向心 所以他的名寄身族是只有9个元 因此 他需要寄足的是21个元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说 这个心身设计升旗 需要寄足 52元里面的21个元 如果是 24元他是 11个元 那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 他是21个元呢 因为 这里的名寄身族他是只有9个元 这个9 加上5 加上3 加上4 所以是21个元 这9个呢 是 8个基本的 加上禅纳元 8个元 那8个基本的是哪些呢 是 巨身 一职 没有相互 巨身 一职 不相应 有缘 不离去缘 业缘 食缘 跟缘 这8个基本的 然后再加上 残纳元 所以是 9个 9 加5 加3 加4 这里写4到5 是 其中的相互元是只有4大之间才有的 但是我们也是要把它算进去 所以总共 是 21个元 那么现在 我们就 仔细的来看 属于 名寄身族给的元 需要有9个所以我们这里算A的部分 因为A的族 就是 名寄身族 所以 标示A的部分 一定是有9个 这里 巨身 一职 月缘 食缘 根缘 残纳缘 不相应缘 有缘 不离去缘 所以 总共 就是 9个 标示 B的部分 会有5个 哪5个呢 巨身 设巨身族 相互 只有那4大之间 一职 设巨身族里面的一职 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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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离去缘 所以是5个 1个 有6个 8个儿生人 学生人 有缘 标示I族的 有3个 标示I族的 有四个圆 后身圆 后身不相应圆 后身有圆 后身不离去圆 所以总共就是21个 再详细看 明巨身族也就是我们转向明巨 提供给巨身的新身设计的圆 巨身圆 我们转向明巨十一个名法 提供给巨身的新身设计 巨身圆 一子圆 我们转向明巨十一个名法 提供给巨身的新身设计 一子圆 月圆 五门转向里面的巨身师 提供给巨身的新身设计 月圆 以下就讲圆柱就好了 巨身十元 五门转向里面的处 师 心 三个名实援助五门转向心身设计 巨身根源 五门转向里面的心受命根一静性 援助巨身的心身设计 禅那圆 五门转向里面的巨 巨 巨 蛇 一静性 这四个残肢 提供给巨身的新身设计 禅那圆 五门转向明巨十一个名法 援助巨身的新身设计 有缘 五门转向明巨十一个名法 提供给巨身的新身设计 有缘 不离弃园 五门转向明巨的十一个法 提供给巨身设计 不离弃园 就这样 我们再看设巨身组的部分 巨身园 五门转向新身设的四大 圆柱 其余巨身四大集所造设 相互园 五门转向新身设的四大 跟五门转向新身设的其余四大 互相有相互园 与五门转向生起的新身设计的四大 相互依靠 就是一大跟三大相互 二大跟二大相互 三大跟一大相互 一指缘 五门转向新身设的四大 圆柱其余巨身四大集所造设 有缘 五门转向新身设的四大 圆柱其余巨身四大集所造设 就是提供给他有缘 不离气缘 类似 五门转向新身设的四大 提供给其余巨身四大集所造设 不离气缘 之后我们就可以不必详细的念了 然后我们再看 属于一族的 就是后生族的 后生缘 演示的八个名句 后生的演示 的八个名华 提供后生缘 给五门转向新身设计 就是后生的演示 资助于五门转向生起的新身设计 不相应缘 不相应缘 演示的八个名华 提供给五门转向新身设计 不相应缘 有缘 演示的八个名华 提供给五门转向新身设计 有缘 不离气缘 演示的八个名华 提供给五门转向新身设计 不离气缘 再看I组的 摄食源 食生食素 援助新生食素 然后产生食生设计 就是新生设计里的食素 受到食生设计里的食素的支柱 产生新一代的食生设计 食有缘 食有缘 食生的食素 提供有缘给新生的食素 不离气缘 食生的食素 提供给新生食素 不离气缘 那么这样 应该对于 巨生的新生设计 生其所需要的缘 应该有所了解 与五门转向新那一个刹那 同时存在了 除了新生设计以外 还有月生设计 时节生设计 跟时生设计 但是除了新生设计之外 月生设计 时节生设计 和时生设计 都不是五门转向新的巨生设法 就不必明巨生主 所以会显得比较单纯 现在我们来看五门转向新那一个刹那 同时存在的 a 生设计 这个a 生设计 包括 新食法计 还有 镜色食色 镜色食色 镜色食色指的是 n 食法计 这个a 生设计 还有食法计 鼻食法计 蛇食法计 跟生食法计 还有性根食法计 还有命九法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他需要五个族的圆 因为他是月生设计 需要一月族的一个圆 他需要巨组十六个圆 现在我们来看看各族的圆 你看这个b族的设计生族 需要四到五个圆 当然我们就要算五个圆 我们看哪五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就是这五个 我们看后生族的四个圆 后生族的四个圆 后生族是用1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十足的三个圆 i的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十足的三个圆 一页 一页足的一个圆 一页足的一个圆 看到 西分以后是十六个 如果是二十四圆的话 他只要是十个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 应该是只有一页足的那个圆 他是过去的师圆柱夜生设 这里有一点错误 过去生起的善后不善心 你的师心所 是夜生设的一刹那夜圆 二十五个 四是八大善心里面的 四十二不善心里面的 四跟五个 色界善心里面的 四其他的 这个 比照 新生设法 就可以 清楚了 关于 十节生设计和十生设计 就更单纯了 十节生设计可以是八法 九法 十一法 十二法 十生设计可以是八法 十一法 这在第六章都有学过了 比如说 这个八法就是 纯八法 九法就是这个八法加声音 十一法就是纯八法加色轻快性 色柔软性 色思越性 十二法就是纯八法加声音 加色轻快性 加色柔软性 加色思越性 这十生设计 八是纯八法 十一法就是 纯八法加色轻快性 色柔软性 色思越性 那注意的就是只有 新生设计 十节生设计 和十生设计 可以有色轻快性 色柔软性 和色思越性 因为这三种是后天的 新的状况 气候的状况 跟食物的状况 会影响色轻快性 色柔软性 色思越性 但是 夜深设计 它是跟过去的夜有关系 没有办法在今生做条件的改变 而有色轻快性 色柔软性 色思越性 那么这个 十节生设计 跟十生设计 都是 需要三组的圆而已 就是 同样的 就是需要 色继生组的五个圆 色十组的三个圆 和厚生组的四个圆 可以从这个表来看 就可以看这个 V的部分 一定是五个 一 二 三 四 五 然后 一的部分是四个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三 升级的因缘条件 可以说 十节生设计 跟十生设计 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从这个表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需具足十二个圆 都是需具足十二个圆 这十二个圆 今天的时间 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现在 我们来回向 一道美蓉 二 五 一 途 凌 三 五 四 五 三 三 五 三 三 七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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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拜拜